还有一粒进球 而这个赛季在贵州横峰 前五场比赛都是出现在了首发汇料的位置上 这次的拼速度来到了进区里 单刀的机会大门重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28分钟 客场作战的上海深心 扳平了比分 为数不多的进攻机会 但是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 本赛季的第八粒进球 这个进球来自于 这是客场的唯一的一名球迷 在球队扳平比分之后 也是显得非常的兴奋 再来看看这次后场的一脚出球 身体的对抗以及长途的奔袭 来到了进区里单刀的机会 一脚低射 打进了球门的右下角 这个球进的是相当的精彩 身体对抗占据优势之后 在门前面对着出镜的张思鹏 非常冷静的推射远角 SV球队进球的是孙锡鹏